近日某珠宝品牌在上海办了一场活动 邀请了自家的两位代言人刘亦菲和赵露丝一同出席 两人一黑一红的礼服 竟显不同风格的美 只是没想到 在对脸高清摄像头的对比下 37岁人到中年的刘亦菲 竟然比25岁当红小花的赵露丝 精神状态还要好 甚至从装造上来看 满脸油腻反光 类似打了波尿酸的赵露丝 是那么的皮态 有光反照 很假很不自然 反观成熟大气 当晚一身烈焰玫瑰 自信满满的刘亦菲 满脸自然 很是上进 麻省脸的完美胚子 可以说刘亦菲25岁 网友都举双手双脚的相信 简直和赵露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两人的这场同况 也让网友的脑海里萌生了一个问题 难道真的有动灵这一说吗 由于最近的红毯很多 网友对比了刘诗诗出席的 这一社时装秀和赵金买 张静怡出席的其他活动红毯后发现 年龄这个问题真的很玄玄 明明年龄小的更应该青春亮丽 尽显生命的活力 没想到竟然在这些个半老徐娘的老明星面前 拜下阵来让人不禁唏嘘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这几场红毯 一起来看看这些明星生涂下的真实表现 一起来看看年龄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玄学吧 首先我们先来说说刘亦菲当晚的装造吧 一身烈焰红玫瑰组成的托尾披肩 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只火凤凰般耀眼 看起来非常的炸裂 虽然礼服造型炸裂 但是一穿到刘亦菲的身上 瞬间一下子就变得和裂了起来 服装也没有那么夸张了 整个人在红色的点缀下 竟现成熟妩媚的气质 不是尬吹花 看起来就是这么让人赏心悦目 你敢想象你能想象 这是一个女人在37岁32历的年纪 该有的状态吗 说实话 从刘亦菲的脸上是能看出岁月的变化的 但是却看不出岁月璀璨的痕迹 在这张脸上 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和谐且自然 近几年一直被吐槽胖的刘亦菲 这次在生徒里却是高挑偏瘦的 看得出她比前段时间又瘦了一些 今年年初 刘亦菲的活动生徒 五一例外都被拍出了 伤精显胖的风雨身材 喜欢的人会觉得她美得独特 跟大多数骨感身材的女明星很不一样 不喜欢的人则觉得 她比其他同龄女明星都要胖 应该加强身材管理 不然总是跟金修照长得不一样 而现在刘亦菲生徒的身材 跟金修图的身材差距已经很小了 尽管不是一模一样 但这种程度的修图前后对比 算得上是比较真实的修图了 37岁的刘亦菲 难得出道以来 脸部都没有僵过或重过 一直保持着自然的状态 但她毕竟也到一定年纪了 所以脸已经微微下垂 不像金修图那么静致了 另外她现在虽然是高挑偏瘦的身材 但还是没有金修图 看起来那么轻瘦 如果说把午后的刘亦菲给人一种大气美艳的感觉 那么95后的赵露丝 则是另一种感觉更像是漂亮的网红 同样的红塔活动 同样的灯光 同样的官方生图 25岁的赵露丝一出场和刘亦菲一对比 似乎一切都显得那么差强人意了 咱不硬追 俩人比起来 在年龄的表现力上 刘亦菲一点都不占下风 当晚赵露丝穿了一条黑色吊带礼服 漏杯的设计更是凸显了她鲜瘦的身材 对比出道出肉肉的脸庞和身材 现在的她明显瘦了好多 体态也更有女明星的风范了 不过紧急的赵露丝 像是深受网红审美影响的样子 就连出席活动也不愿意改变 可以看到 与高级的珠宝和礼服相配的 是高卢顶的发型 涂了高光的鼻头 打了隐隐的鼻尖 以及铺满了高光和腮红的脸颊 有一种顶流网红盛装出席活动的既视感 单看很美 但跟女明星对比就不够大气 以前赵露丝无论是长相还是妆发 一点都不网红 虽然因为脸部留白过多 被吐槽过大饼脸 但胜在可爱自然 只要好好磨练演技 演员之路肯定会越走越顺 而现在的赵露丝 五官精致了 脸部留白变少了 但审美极具网红感 不知道当这张脸出现在古偶里 会不会有很强的违和感 其实赵露丝审美上的变化 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 比起吐槽更多的是惋惜 而从官方给出的现场 高清无暇对脸生图看 我们甚至能看出赵露丝的脸上 鼓鼓囊囊 赠光瓦亮的 很不自然 咱不敢猜测赵露丝是不是打了玻尿酸 但是就从他当晚这个对脸生图来看 整个人的装造和状态完全不在状态 不信你再来看刘亦菲当晚的对脸生图 一下就能看出差别来 同样的灯光渲染 刘亦菲脸上没有反光和油腻 清清爽爽 很是大气自然自信 如果把两人的生图放在一起 就能很清晰明了的看出来人的状态变化 一边是年轻但油腻腻的感觉 不清新不自然 一边虽然年纪有了 但是很和谐很自然 这一对比高下立线 这个时候有的人就问了 这是典型的拉彩 猛夸刘亦菲的好 猛彩赵露丝的油 说实话 不拿出点证明材料 好好的对比对比 还真就镇不住你们的想法了 首先我们先来说说 和赵露丝同岁的张静怡吧 同样是25岁 张静怡看起来 要比赵露丝的脸庞自然一些 但是前提是 不能整体看张静怡的穿搭 因为这一身 狄胸蕾丝透视的黑裙 腰部一上 恨不得露个金光 腰部一下 裹了两个黑色塑料袋的打扮 真的很雷人 你就说 这么具有性缩力的装造 远远的看起来 又没有一种异味 在4月份的时候 张静怡就因为吸花之中 雷人且肥瘦的装造 狠狠地火热一把 在电视剧中 那还是金修和磨皮过后的装造 都能看出一味了 这次在红毯活动上 进一步证实了观众的看法 却是挺炸裂雷人的 这样看上去 张静怡完全不像是 这个年龄端的人 和古装风比起来 这赛博朋克风 让他显得像 30来岁的大鱼一般 看完25岁张静怡的表现 我想大家应该 对年龄这个问题 有了新的感悟 但是要是我告诉你 下面这个一脸颓感 全身上下弱不禁风的赵金脉 才仅仅21岁时 大家又做何感想呢 不知道大家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哈 但是在小编心里 最担心的就是 忽然刮来一阵风 把赵金脉给吹折了 这或许是一种病态的美 一味的追求兽 却成了马干一样 很是难看 当时在拍杜华年的时候 我就觉得剧中的赵金脉很瘦 撑不起雍容华贵的华服服饰来 感觉情飘飘的没有国风的美感 没想到 赵金脉的红毯现成生涂 也是这么拉垮 总的来看 赵金脉的生涂表现也是难崩的 看起来根本不像电视剧中那样洒脱自然 在现场媒体采访的时候 更是能看出赵金脉的颜值很是崩塌 中分头 发量感人 上肩下肩的脸 令人一言难尽 看了这么多20到25岁的当红小花后 相反 那些上了年纪的明星 状态却是令人眼前一亮 你就像和刘亦菲同时37岁的刘诗诗 不仅仅都是本家 姓刘 就连精神状态都那么的魅力焕发 就算在刺眼的阳光照射下 刘诗诗的状态都不曾有半点拉胯 看起来还是那么性感大方 尤其是把俩人的生徒放在一起 37岁 依旧是那么有张力 看不出半点老太 完全不符合37岁这个年龄 甚至在对脸的镜头下 都能看出小姑娘的水灵感 青装淡漠 很是自然得体 你就说年龄这个东西 岂不奇怪 你说她年龄大吧 但是又那么的发小 尽显成熟和性感 反而那些年纪小的 生徒对脸的照片 就那么的显老 令人难崩 你就再拿已经40岁的猪猪来说 虽然能看出年纪不小了 但是最起码也不显老太吧 反而觉得猪猪越火越有活力和魅力了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四场活动 有没有感觉年龄真的很玄学呢 越是年龄大的 反而生徒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炸裂 相反之 那些年龄小的 看起来却是那么的炸裂不自然 歌有歌的丑